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恭敬地把今天的时间 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 我们开始学习 你的圣先知 你的仆人但以你 也祈求你感动但以你的灵 和那一份心智 也能在我们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间 来感动我们的心灵 在这一个充满挑战和世俗化的时代中间 在教会与巴比伦争战的期间 求你让我们能靠你得胜完全 像但以你那一样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试炼 总能得胜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位圣经人物 但以你 但以你的生平中间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试探就是能持王善 却聚持王善 有人就问了 他今天的时候有人问 他说牧师有没有圣经中间 或者是人类历史上真有完全人 没有犯过罪的人 实际上圣经中间真有 在以西节书十四章十四节就说 有诺亚 但以你约伯这三个人 但是他说他们的意只能救自己 不能救别人 他们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呢 就是行为上的存权 他们没有罪行 但不代表没有罪信 不代表没有达到神的那个标准 但当有罪信的时候 就一定有试炼 所以罗亚 但以你约伯 他们的意就在于 他们胜过了罪信所面对的试探 但以你书有一个特点 前面一部分讲试探 然后得胜 下面一部分就讲得胜后的尊荣 好 但以你胜过了一切的试探 第一个试探就是要不要持王善 对很多人来说 持王善甚至是我们的追求 这难道是一个问题吗 但但以你生命的成熟 他的圣洁和他在神面前被大大的重用 甚至是写在但以你书第一章开头的 恰恰是他能持王善 聚持王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个主题 能持王善 却聚持王善的人 但以你 圣经首先讲了这一段的背景 在犹大王约西约亚进在位第三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来到耶路撒冷 将成围困 主将犹大王约亚进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 交在他手里 他就把他的器皿带到士拉地 收入他神的庙里 这个士拉地我们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 他就是巴别塔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后来巴比伦的京城 大伊尼就是在这一次贝鲁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的故事 巴别塔和巴比伦是一脉相成的 罗亚的后代在亚拉拉山 秦方都停下来了以后 他们就一路蓝行 走到士拉地 后来叫做巴别这个地方 就发现了一块平原 肥沃 吴地忧肥沃 气候也很好 所以他们就停在那个地方 上帝其实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居住 但是他们说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立我们的名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神 建一座高塔 塔顶通天 所以人类的人文主义 从一开始就想靠着人的方法进到天国 靠着人的方法去建造天国的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去建造了 最早的象征着抵挡神的人文主义的塔 就是巴别塔 那上帝这个地方的人语言变乱了 所以就叫巴别 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所以在历史上的巴比伦 就一直代表着一个与神敌对的地方 好 巴比伦发展到先祖的时代呢 就已经很文明了 大家还记得 就是两河流域 巴比伦这个地方 曾经有四个王打到迦兰地 攻打他们五个王 这四个王中间就一个就是巴比伦王 当时就是我们所讲的古巴比伦的文明 是兴起在先祖的时代 后来亚述人兴起的时候 亚述人就把这个巴比伦给他灭了 但是巴比伦这个地方的文化的根基 依旧在那个地方 巴比伦就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地方 所以巴比伦和耶路撒冷 历史上一直是代表着一个属灵和属士的之争 就相当于这个教会跟世俗的征战一样 其实整本的圣经 你都可以把它看成是耶路撒冷 与巴比伦的一个征战 是教会与世俗化的一个征战 这个巴比伦呢 到了主签940年到960年这间呢 下面的加勒底 就是在巴比伦南边的这些人 继续迁移到巴比伦 就逐渐地形成了巴比伦 但是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 好 到了主签的626年 亚述王啊 这个亚述王就派了一个加勒底的领袖 叫做尼布普拉萨 我们知道这个尼布普拉萨 圣经中间是有记载的了 他就是尼布贾尼萨的爸爸 尼布普拉萨呢 他命令他带领军队 驻守在巴比伦这个地方 其实是亚述人派他的 但是尼布普拉萨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他到了巴比伦那以后就发动政变 自立为巴比伦王 反抗亚述 后来呢 他又跟着这一个马代人结盟 就在主前的612年攻陷了亚述的首都 尼尼威 这个地方的尼尼威 亚述残军呢 就逃到了哈兰 哈兰弟兄姐妹也非常的熟悉 今天就在土耳其这个地方 亚伯拉罕呢 出迦兰地的时候呢 出吴尔到迦兰地 他就走到这里就不想走了 在这一停就停了十来年 然后尚利再一次呼召他 他就来到了迦兰地 但是他的爸爸和兄弟们 就留在了哈兰这个地方 亚述的残军呢 就逃到哈兰 准备到了东山再起了 但是尼尼威 这是这个巴比伦王 没有给他们这个反习的机会 就在主前的614年被歼灭了 亚述帝国就灭亡了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南方的这个埃及人呢 他知道新兴的巴比伦将会成为 如果他灭掉了亚述的话 他就会成为埃及的威胁 他会成为整个地区的威胁 所以当时法老尼戈埃士呢 就赶紧派兵 你看一路北上 要到哈兰这个地方来 深远尼尼威 结果等他深远这个 就是亚述啊 结果等他到了这个 哈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巴比伦已经把他灭掉了 这个这个时候 新巴比伦就兴起了 新巴比伦的帝国 就叫做加拉底帝国 为什么加拉底呢 因为就像罗马 是罗马人建立 叫罗马帝国一样 就是加拉底人过去建了这个国家 那谈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看看 巴比伦的几代的国王 这个刚才我们讲的 新巴比伦兴起 新巴比伦兴起一个标志性的国王 就是尼布普拉萨这个人 好 尼布普拉萨灭了亚树以后 后来到他的儿子的时候 比他更厉害 就是尼布贾尼萨 尼布贾尼萨做了 大概是43年的国王 那么他就在加基米斯这个地方呢 当时有埃及的驻军 就要继续南下攻打埃及 所以埃及听说了亚树要灭亡 他就赶紧北上去伸援他 当时不像现在的通讯的设备条件这么好 等他得到机会 又想去伸援的时候呢 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巴老尼哥带着军队急匆匆的北上 也没有来得及跟耶路撒冷 跟约西亚去沟通一下 当时统治犹大的就是约西亚 约西亚是犹太历史上八个好王 最后一个好王 也是犹太历史上道德行为最纯正 最好的一个王 最虔诚的王 你说大卫是不是比他更好呢 其实不是的 圣经的评论呢 最好的一个王就是这个约西亚 约西亚不闻青红照的就拦住他 然后那个发老尼哥就说 你不要拦我 我来不是打你的 我来我是去攻打巴比伦 是神明指示我来不及了 我必须去打他 但发老尼哥就是拦着他 这个巴老就很生气 我打不赢巴比伦 我还打不赢你吗 他就把这个约西亚就在战场上打死了 然后呢 约西亚这个巴比伦王呢 就在加基米斯这个地方 与发老尼哥相遇了 那是在609年的时候 这场战争呢 埃及呢 打败了 好 然后接下来对犹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看 约西亚 跳过来 刚才来的来看个约西亚 但是这个约西亚一死了 以色列最后一个好王就没有了 代表着犹大的 我们讲过犹大 你们记得吗 讲过几年前我们讲过约西亚的事情 然后这个约西亚一死了 其实犹大的国运也得已衰败了 约西亚生了三个儿子 老大叫约亚基 哪儿叫约哈斯 老三呢 叫西里加 所以约西亚一死呢 然后啊 犹大人就立了他的儿子 约哈斯做国王 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地图 当时的这个法老尼哥 是把约西亚打死了嘛 但他继续北上去跟尼布加尼萨打仗去了 等到 他打输了以后 法老尼哥就带着军队一路南下 回到埃及的时候 他很生气 他就把约哈斯呢 就掳到埃及去了 就立了约西亚的大儿子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约亚敬 去做王 做南国犹大的王 约亚敬这个人可不像他爸爸是个好人 他就像 有点像 马拉西 但他没有马拉西这么坏 但是比马拉西呢 好不了多少 很坏 他做了十几年的国王 光干蠢事 光干坏事 得罪了神 以至于特别他是惩罚 这个耶利米先知的那一位 耶利米先知就讲预言 他说你死了不得埋葬啊 你死了死无葬身之地啊 你死了以后不会有人给你举哀呀 因为你太坏了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埃及王就立了约亚敬做王 好了 法老 尼布贾尼萨没有给埃及人机会 就一路南下攻击埃及 攻击到 你知道 从北边到南边来攻击非洲 攻击埃及 一定会经过伊斯坦内这个地方 在主前605年 当尼布贾尼萨南下打埃及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约亚敬呢 给他废掉了 然后呢 立了约亚敬的儿子 叫做约亚敬 做王 做尤大的王 那么呢 这个要去掳这个约亚敬的时候呢 用铜链把他捆上 结果还没有把他带到加兰 带到巴比伦 他就死在了耶路撒冷 因为犹太人太恨他了 他的尸体就好像被畜生一样 被扔到外面 并没有人去给他去挨 这并不是说没有埋葬 而是像埋 耶利米说像埋女一样 人们怎么埋女 就会怎么去埋你 根本就没有去尊重他 好了 然后就立了这个约亚敬作王 约亚敬一开始呢 就跟着这个效忠的尼布贾尼萨 但是尼布贾尼萨一走了以后呢 他就背叛尼布贾尼萨 效忠了埃及 所以到了主前的597年的时候 尼布贾尼萨继续带兵南下 这一次他讨好的教训了一下犹太人 把约亚敬就掳到了巴比伦 然后在这个第二次被掳的中间 就是597年 就是以西节就是在这一次被掳的 上一次我们谈到的以西节 就是在597年被掳的 好了 约亚敬被掳到巴比伦内以后呢 约西亚的老三儿子 就西里加 也是约亚敬的叔父 就被巴比伦人立为国王 当时巴比伦就跟西里加签订了一个协议 你只要效法我 你只要臣服于我 你们的国家就可以自由地存在 支持我们的附属国 你只要在你的神的面前 答应你不要背叛我就可以了 结果啊 等到尼布贾尼萨回去了以后 西里加又背叛尼布贾尼萨 所以尼布贾尼萨 这个时候呢 先知耶利米就苦劝西里加 你已经承诺过你不去背叛 就让以色列人悔改 他说这是上帝的命定 要你们认罪悔改 接受审判 可是以色列人一直都很背叛 总是不听 好话不听 总是听那个坏话 所以尼布贾尼萨就继续派兵 南下 就彻底的把以色列灭了 这是主前的五百六十年 这一次啊 正向先知以西杰所讲的预言 上次我们讲过以西杰讲的预言 他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 你们的人民三分之一被杀 三分之一被掳 三分之一在瘟疫中间 反正你没有一个会好的 你们的妇女在街上会被奸杀 你们的婴儿会被人拿在石头上摔死 你们的圣殿会被拆毁 城墙会被依为平地 讲的就是五百八十六年会发生的事 但是先知跟他讲的很清楚 你只要悔改 就不会发生第三次的被掳 但是呢 因为他们没有悔改 继续背叛 所以尼布贾尼撒非常的愤怒 就攻破了耶路撒冷 烧杀抢掠 就当着西里加的面 把他的几个儿子都处死了 然后弯了西里加的眼睛 以色列国犹大就彻底的灭亡了 那今天我们所讲的 但以你就是在第一次被掳 五百六百零五年 被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圣经说约亚进在位 第三年就是六百零五年 尼布贾尼撒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 将城围困 主将尤大王约亚进 并神殿中七名的几份 交在他手里 在人看来 好像是巴比伦强大 尤大人太弱了 被掳了 但实际上在神那里看来 他们强大是因为有神 他们弱小是因为没有神 就像我们看到 启示录的七间教会 最富有的教会 是老里加的教会 人数多的教会是以弗所的教会 保罗当年就在以弗所待了三年 是一个大陈生 但是上帝称赞的教会 就是两间很小很小的教会 一个是士美拉教会 一个是非拉铁肥教会 很有意思的是 料汇历史近两千年过去了 大家发现了 士美拉到现在教会都在 以弗所和老里加的教会 早就不存在了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 不在于教会 当时有多富有 有多少人矮在是否成正 我们的教会人数不多 但是我盼望 我们相爱能够像 非拉铁肥 我们圣洁能够像 士美兰一样 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我们看到 但一你在这种中间 被掳了以后 他就开始面对了苦难和诱惑 但一你其实是什么 是王宫的贵族 其实是王子来的 但巴比伦把这些王子掳过去 其实就是要做人质的 要让这些人质呢 能就王子能够做了人质以后 好让他们的国家 能够臣服于巴比伦 这其实是 但是巴比伦王的一个心愿 当时贝鲁的有 但伊尼 哈拉尼亚 米沙利和亚白尼哥 这三个人 但伊尼作为一个王子 突然贝鲁到贝鲁之地 当时在约瑟夫的记载中间 他才大概是14岁到16岁之间 14岁16岁这样 完全是一个孩子 在王宫贵族中间长大 但是但伊尼从小就有一份 侍奉上帝的心志 他知道这个国家的灭亡 完全就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 就像美国吧 你看这个国家一切的福利 其实都是来自于信仰 没有信仰 这个国家就迷失了 宪法还是那一部宪法 土地还是那一部土地 但人人都感受到 社会秩序失序了 失序在哪里呢 其实英国历史学家 汤因比早就讲过 他说宗教是文化的本质 文化是宗教的表现 他说有什么样的宗教 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 有什么样的文化 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 所以当一个国家的信仰失落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根基就坏了 这个大卫早就讲到 他说根基若毁坏 义人还能做什么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信仰 和价值观都坏了的时候 义人都没办法去拯救他 好 但英里在这种苦难中间 他就立定心志 效法上帝 他也其实也面临着一个诱惑 巴比伦对他们实行了三个措施 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三个措施是哪三个措施呢 其实都是在同化他们 这是对这个 但英里和他三个朋友的 他们的这一个同化和诱惑 第一个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 其实就是教育了 我们知道教育向来都不是很单纯的 教育向来都有一种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种教育权 潜移默化的就在教育中间 去建立了你的价值观 建立了我们的系统 你有没有看到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我们慢慢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观 什么样的一套系统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种教育 这个新读本上面有解释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心的道 中间有一段引用心理学研究的证明 他说呀 一个孩子在五岁和七岁之前 接受的宗教教育能够影响他的一生 你比如说 我从小的时候受我爸爸的训练很深 比如说带领我早上起来灵修 现在我哪怕凌晨睡觉的 到早上四点钟的时候 我依旧会醒来 根本就不需要闹钟 这个没有灵修 我心里就不自在 这其实就是当时所建立的信仰的习惯 你就看到伊斯兰也是这样的 哪怕比如说写追风筝的那个人 他已经受了美国的文化很深很深的影响 但是正像他自己所说的 他一生都无法摆脱 他从小所接受的宗教教育 给他带来根深蒂固的信仰和生活的习惯 所以戴伊尼 他在巴比伦做一个幼孩童 接受这种教育童话 他没有被童话 其实跟当时约西亚的宗教的改革是有关系的 约西亚的宗教改革 没能改变整个的社会 但是却改变了一些人 比如说像弹义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的是 我们今天在给我们的孩子 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接受什么样的信息 第二个 巴比伦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赐给他们王的善和所饮的酒 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保罗不是也讲过吗 反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 你不用去问的 但当时摆在弹伊尼面前的 不是也可以这么去做吗 他为什么要拒绝王所给他的饮食和王的酒呢 而且弹伊尼两次直言不讳的提到说 不要用巴比伦王的酒和王的善去玷污自己 甚至跟太监长也说 求他不容他玷污自己 不用他玷污自己 难道国王的饮食不干净吗 为什么会玷污自己呢 这其实代表了一种饮食的宗教的习俗 原来巴比伦人 他们相信他们的食物是他们的神赐予的 所以当他们有饮食的时候 就像清真的食品先去献祭给安娜一样 那巴比伦的食物先献祭给巴比伦的神 这是第二个方面 他接受他的饮食 其实就是接受他的生活的习惯 第三个给他改名 名字我们知道有一种主权 谁去命名 谁有一种主权 所以这是主权的宣誓 也代表着完全的融入 进一步代表了一种进一步的童话 我们再看这三个名字 那这四个人的名字有什么不同 但伊尼在希伯来文字名字的意思是神审判 这个神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审判 好了 巴比伦人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伯提沙萨 伯提沙萨的意思就是巴尔保护他的性命 巴尔就是巴比伦的神子马都克的称号 你看把耶和华改成了巴比伦的神 哈拉尼亚呢 原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是荣耀的 巴比伦人给他改了名字叫沙德拉 沙德拉是阿古的命令 就是越神 越神就是巴比伦的神了 米沙利的意思是与神一样 或者说与神一样 这个神就是耶和华的神 巴比伦人给他改成米沙 改成了与阿古一样 就是与巴比伦的神一样 亚萨利是耶和华帮助的人 巴比伦人把他改成是亚伯尼哥 就是尼布 尼布就是巴比伦的神 巴比伦神的仆人 所以你看看是什么 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 这种的区别在哪里呢 其实完全在同化他们 是在这个名字上开始去同化他们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 好像巴比伦人抬举你 吃王的扇和王的酒 当然对丹尼尼来说 你用你的方式叫我的名字 我无权选择 但是吃到我里面的东西 我能去努力的 我就尽可能去努力吧 我们看到这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 潜移默化的世俗化 其实当时他们是经历了改制 社会地位改变的 被拉到王宫里面 他们被改名 这是一种文化归宿的改变 他们被改俗 吃王的扇和王子的酒 是生活习俗的改变 当社会地位 当文化的归宿 当生活的习惯都改变的时候 这个人差不多就被同化了 犹太人为什么有一些人没有被同化呢 生活习惯没有被同化 信仰没有被同化 敬拜的神没有被同化 当这几点没有被同化的时候 2000年以色列人漂流在世界各地 他们还是以色列人 基督徒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一直持续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生活习惯 其实我们就能保证我们的信仰 但如果我们把各种的元素融入在一起 我们就很容易同化 你知道吗 蒙古人叫常生天 曾经一度接受的是基督教的信仰 当他们后来没再持守基督教的信仰传统 却跟藏传的佛教等等 融入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还有常生天 他们还是没有那些偶像崇拜 但是今天谁能说蒙古人是基督徒呢 蒙古人是基督教的文化呢 这其实就是被同化的一个结果 不要忘记了 圣经经中间讲到罗德的堕落 罗德是 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夺马 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夺马呀 人性的堕落其实就是如此 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夺马 我记得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讲过一个我经历的故事 我过去探访的时候 特别在国内侍奉 我很喜欢带一群的弟兄姐妹 各个地方去探访 经常去走访一下 然后晚上我们探访到一家的时候 有一个孩子比我们老大大一两岁 他非常想跟我们一起去走 想一起去 他爸妈妈就是不同意 我其实都很想带那个可爱的小男孩 跟着一起去 从小接受基督的信仰和文化 难道不是很好吗 所以有的时候我探访 我还是喜欢带着小孩的 我就给他 我说今天刚好是周末 也不需要做作业 他很喜欢去一起去探访 对他的灵性是有帮助的 这个爸妈妈终于讲了 他说牧师你不知道啊 因为我们孩子忍不住吃零食啊 去探访肯定有零食 吃零食吃多了 他回来就吐啊 然后这个孩子马上就跟他 站在那个地方 跟他爸妈妈说 我今天一定不吃零食 这么一讲呢 爸妈妈就放松了 说那你去吧 我们去探访下一个姐妹 你知道我们都在 站在门口聊天的时候 这个孩子以洪亮的嗓音 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阿姨今天我不吃零食 所以这个阿姨就准备了 好多东西放在那个地方 我们坐在茶几旁 边喝茶边聊天的时候 我们在聊天 我就看到这个孩子的表情 这样一开始正经为坐 然后偷偷地低下眼睛来看一看 然后再弯下腰 看得更深一点 然后再伸出手来 然后又拉回来 然后再过一会儿 又伸出手去 然后一次一次速度更慢 然后终于拨开一个糖 吃下去了 然后接二连三 第二个第三个 半夜的时候 他的妈妈 他爸爸终于给他打个电话 牧师 你得为我儿子祷告 今天他又吃多了 现在正在吐 你知道人性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里面其实有罪行 连保罗就说 立志行上由得我 心出来却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啊 那是保罗耶 何况你我呢 为什么但以你不吃王的善呢 为什么王但以你不吃王善 这其实就是一种 防伪杜剑的分别为圣 撒旦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你说 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你 你要这样 你要那样去违背上帝 那样的话 我们立刻就形成了警觉 他过来跟你交朋友 他过来会跟夏娃说 神其实真说呀 他来试一试 有没有真讲过 圆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都不可以吃啊 他说上帝真讲过 曾经讲过 圆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我们都可以吃 只是圆当中那颗树上的果子 我们不能吃 撒旦就觉得有机可乘 因为他表达的不够清晰 他扭曲了上帝的话 加了一句 减了一句 多了一句 所以他就渐渐地 现在试探中间 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不从恶人的寂寞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作为 你一开始只是站在他的道路上面 然后呢 站一会儿了 你可能就坐在那里了 最后你就会变成什么呢 顺从他的寂寞 变得跟他一样 所以圣经在那里说 但以你却立志 不以王的善和 所饮的酒 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 容他不玷污自己 求太监长 容他不玷污自己 这就是他的心之人 圣经上说 神使但以你 在太监长眼前蒙恩 所以太监长就愿意听他的了 太监长没有说 人人都想吃王的善和王的酒 这难道不是所有的年轻人 追逐的梦想吗 难道你们不想被请到王 请到白宫里面去带早祷会吗 难道你不想被请到白宫里面去 那个总统请你一起去喝早茶吗 如果我们中间 有哪些弟兄姐妹的孩子 被请到白宫里面 去喝早茶 去跟总统见面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 但是但以你为什么觉得 对他是一种玷污呢 而且但以你没有 我立定心智了 我一定要这样 不是的 他说求你 试试仆人们十天 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 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 和那用王善的少年人的面貌 他给出了一个对方无法拒绝的理由 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 不仅你要持守原则 也需要灵巧像蛇 训量像鸽子一般 所以太监长觉得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去拒绝 然后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以你为什么不能吃王善 却拒吃王善呢 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 他是饮食的律法 忠于信仰 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饮食的律法 希伯来文就叫做 卡什尔 汉语翻译成卡什尔 卡什尔的食品 出埃及记34章 和以西结书4章13节都讲的 那这种食品呢 简单的说 卡什尔的食品 是包括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 不洁净的动物不可以吃 不洁净的食物不可以吃 不洁净的食物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分体不到脚 倒脚不分体 有鳞 这个河里面的鱼 没有鳞的不可以去吃 没有翅膀的不可以去吃 就比如说蛇有鳞 但是呢 没有翅膀不可以去吃 比如说猪呢 它分体 但是它不到脚不可以去吃 这一个 麻倒脚 但是不分体 它不可以去吃 兔子倒脚 但是不分体 它也不可以去吃 虾呢 没有翅膀 没有鳞 只有铠甲不可以吃 这是这个犹太人的规矩 这是食物 但你说接近的 羊是接近的 我就可以吃了吗 但如果羊是死了的 就不可以吃 所以第一个 是不接近的食物不可以吃 第二个呢 不符合油 不符合犹太教规方式 准备的食物 什么叫不符合犹太教规 准备的食物呢 犹太人要吃的这个食物啊 必须是接近的 腐烂的不可以吃 霉变的不可以吃 动物的油不可以去吃 还有呢 这个什么 他们的动物一定要是健康的 被宰杀的 放到血了以后 才可以吃 那如果不符合犹太教规的方式 准备的食物呢 哪怕是接近了动物的肉 也不能吃 第三个 如果祭拜个偶像 他们也不能吃 这就是犹太人的律法 对他们食物的这个规定 第二个方面 他们其实也是保持身份 但以你保持身份 与民同受 如果说上帝吩咐的食物 他们吃了 这其实是得罪上帝 但是我们注意圣经怎么说的 他没有说 求你让我不要吃这些食物 免得我得罪上帝 但以你说 免得我玷污自己 为什么会玷污自己 我想更多的是玷污他的心智 但以你当时在王宫里了 他住的也好 吃的也很好 穿的也很好 他不用自己工作 他拿的是国务院的津贴呀 但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 可是受苦受难的一群人 如果他的同胞在那个地方 都是生活在艰难之中 他一个人在那里享受 其实他已经跟犹太人远远地分开了 这就是摩西 为什么要走到奴隶中间去观察奴隶 才能够与他同工 今天我们传福音其实也是如此 你要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 你去跟按摩的姐妹讲微积分行不行呢 你去跟做餐馆的人讲这个fungus 我在做一个化学实验行不行呢 是耶稣对农夫讲啥种的比喻 对渔夫讲这一个捕鱼的比喻 所以你看但一里其实是感同身受 犹太人民在历史中间的辛苦 在这个巴比伦贝鲁中间的辛苦 他要保持他的身份 并不是说他的女友 并不是我吃这个食物犯罪 所以我不能吃 而是说玷污我自己 第三个更是他拒绝童话 但保他的名字 不要玷污了他的心智 但一里的心智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读但一里书的时候 上帝给但一里取了一个名称 就是说追求明白的但一里 就是说但一里向来 一定要把事情追求的明明白白 明白什么 明白上帝的计划 明白上帝的旨意 不仅仅是旨意 还要明白上帝的心 这就是但一里 但一里为什么主而不群 他天生就聪明吗 天生就比别人更有智慧吗 圣经说no 是神赐给他的 神赐给他各样的智慧 超越于别人 神为什么赐福给他 这样的聪明智慧超过别人 因为他有一颗心智 专心求明白 他淡薄明智 弟兄姐妹 你试一试 我们天天去饮酒 天天去放纵 天天去过奢侈的生活 你觉得你还可以吗 你觉得你还能够 虔诚地追求上帝的道吗 基督徒就应该经常吃吃苦 经常禁食禁食 经常过一些 为什么上帝叫以色列人 去过祝鹏节呢 以色列人从历史上 圣经记载的以色列人 都不像中国人了 在我小的时候 我家里还是土坯的房子 好的屋顶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住过 那样的房子 至少我住了好多年 那样的房子 但是以色列人从一开始 圣经中间讲的 住钱一千年的时候 五百年的时候 五百多年的时候 住钱了 他们都已经住得 有天花板的房子 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差的 但是他们每年神就告诉教师 他们过住棚节 那个住棚不是在商店里 买出来的帐篷 他们是用矿野里面 砍出来的树叶草根 草枝去搭的这个棚 帐篷 为什么 一苦思甜 过一些贫困的生活 我们要想追求圣洁的生活 从某一个角度 你就是要淡薄名词 你早上醒了 你就不能跟上帝说 主啊你让我再睡一会 你再睡一会 可能醒来 就是已经很晚很晚的了 但因为你追求的 这种淡薄明智的心智 难道那个饮食 怎么会玷污它呢 我想弟兄姐妹 有没有听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 一个楚庄王 毁掉象牙筷子的故事 楚庄王 是当时历经图治的 一个国王 有一天大臣送了他一双 雕刻的非常精美的 象牙的筷子给他 楚庄王拿到这筷子了以后 爱不释手 然后他突然神情严肃起来 就吩咐 把这双象牙筷子给他拆毁了 大臣们面面相许 觉得这么漂亮的艺术品 你怎么把它毁了呢 楚庄王说 好了 如果我用象牙筷子 去吃饭的话 我会不会觉得 我这个粗糙的碗 配不上这个象牙的筷子呢 好了 如果你们给我装了一个金碗 用象牙筷子和金碗去吃饭 我会不会觉得 我碗里面装的饮食不够精致呢 好了 当我的饮食精致的时候 我会不会觉得 我的餐桌不够精致呢 当我的餐桌精致的时候 我会不会觉得 我的厨房不够精致呢 当我的厨房够精致的时候 我会不会觉得 王宫都不够精致呢 如果我的王宫造得很豪华了 我会不会觉得 整个京城都要造得很豪华 才配得上我的奢侈的生活呢 他说 有奢入减很难 有减入奢很容易 所以他说 我必须要毁掉这个象牙的筷子 难道那个象牙筷子是罪吗 不是的 但它就有可能 让我们陷在享乐中间 无法自拔 我想这才是 但以你聚持王善 能持王善 却聚持王善的理由 饮食律法 他要遵守饮食的律法 忠于信仰 他要保持他的身份 与民同甘苦共患难 第三个 他要拒绝被同化 要断剥自己的名字 要有受苦的性质 第三个我们看到 但以你这样为主受苦 为主甘于过 淡剥名字的生活 神给他什么样的报答 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我们看 能持王善 却聚持王善的恩典 十七节说 这四个少年人 神在各样学问 学问上 或原文作智慧上 赐给他们聪明智慧 弟兄姐妹 你看到没有 不是他们天生的 其实也可以说天生的 生的就是上帝给他的 神赐给他 但以你又明白 各样的意象和梦造 然后呢 第二十节说 王拷问他们 一切是 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 比通国的术士 和用法术的 胜过十倍 道七六四王元年 但以你还在 我们简单的总结 这一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 至少给了他们 三个恩典 第一个 赐给他们 聪明智慧 让他们跟神 有很亲密的关系 以至于能够知道 意象和梦造 但以你不止一次讲过 他说 王啊 这些异照和梦像 人不可能通过 术士和法术 通过知识去认识 只有跟你有亲近的关系 得到你的启示 才能知道 所以但以你追求明白 是怎么追求明白的 下一次 再下一次 我们会讲的 但以你跪在地上 尽时祷告 二十一天的时间 求上帝去指示他 他不明白的 想不通的 求上帝启示给他 这就是但以你的心智 他与上帝 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这才使他能够 胜过试探 成为像罗亚 但以你约伯一样 圣洁的人 约伯比但以你要早得多 但是但以你去排名 甚至在约伯之前 你就知道他行为之城镇 为什么 他能够从防伪杜剑 俱持王善开始 第二个 超凡妥俗 被审重用 你看 牛他们在王面前势力 其他的人可能被国王 派到各个地方去 但是他们被牛在王面前 为什么呢 能够国王需要经常的咨询 他们一些方针策略 治国之道 所以我们看到但以你 国家每当遇到危难的时候 就把但以你请出山了 到了八十几岁的时候 快九十岁的时候 又被请出来 国王要听他的建议 超凡妥俗 被神大大的证用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第三个神还给他的好处是 他蒙神保守 毅力不倒 到居鲁寺元年 但以你还在 也就是说过了几十年以后 他还在 你知道但以你 是一个贝鲁的犹太人 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 做高官 除了国王 他就是最有权力的那一个人 然后到了波斯马代的时候 他又被大大的证用 除了国王 他就是被最被证用的那个人 甚至后来 俄沙沙说 在我们的国家 可以位列第三 什么意思 因为他爸爸是 尼布萨拉杜是国王 他是摄政王 但以你做第三 也就是说仅次于国王 这么被重用的人 他在这样的政治斗争的艰难的环境中间 他能够屹立不倒 靠的是什么 他的聪明 靠着他的魔力吗 靠着他的战队 站得正确吗 其实都不是 他是神在他里面 当然了 他站的一个最正确的队 就是站在神那里了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怎么去战队呢 你看这个人更聪明 这个人更有权势吗 不是的 就像但以你一样 永远站在上帝的里面 我哪怕但以你可以抵挡了 可以让很多人对他 站在他的对立面 但他永远不能让他自己 站在神的对立面 这就是一个为上帝 能持王善 却拒持王善的但以你 和他朋友的恩典 王善其实是一种诱惑 王善代表了权力 荣誉和享乐 有多大的权力 才能跟巴比伦王 一起吃饭呢 有多少的荣誉 才能天天跟国王在一起呢 国王的善 国王的美酒 那一定是最美最好的 你们不知道吗 恶供 这是特供中间的特供 顺便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年我去奇奈河 那个地方去办 培林会 最后一顿的时候 教会的牧师 煮了一顿小小的 电饭锅煮的这一锅饭 还没有结束 就闻得很香很香 然后完了以后 一群人在一起吃饭 他就成了两小碗 他一碗 我一碗 然后吃饭的时候就介绍 他说这才是正宗的 武昌大名 全国都没有的 只有我们这一个地方 有一小块 武昌 上面是 这一个卫星监控 下面是武警把守 还有各个地方都有 这一个摄像头在这看着 只有种到的农民 连他们的水都有特别的要求 每年过春节的时候 还会扭一点点 给他们过春节吃一顿 其他的就拿去特供 他说我这就是农民特供中间的一点点分享的 所以别人没有份 只有两碗 你一碗 我一碗 我就在想 但依尼在王宫里面 他吃的是什么东西 王善和王的酒 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权力 荣誉和享乐 但是他恰恰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王善的背后是犯罪 是堕落 是懈怠 是荣誉 是陷阱 为什么作为朝廷的高官 他的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 而且要独自一个人在那里享受王善和王的酒呢 难道他不会觉得良心有亏吗 所以他知道这王善的表面是权力荣誉和享乐 背后是安逸犯罪 堕落 懈怠 荣誉和陷阱 他就仁慈王善 却拒持王善 对很多人来说 终其一生追求的莫过于王善 他就想追求王善 就想追求这些 但对一个敬畏神的敬虔的但依尼和他的朋友来说 王善对他人生是深深的诱惑 所以他仁慈王善 却拒持王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但依你一样 被神大大的使用活出尊贵和荣耀 但是也能在那些引诱我们 能会引诱我们与上帝关系疏远的事情上 像但依你一样保持清醒镇定笃定 也能分辨哪些是上帝给我们的尊荣可以接受的 哪些是可以诱惑我们犯罪 我们是需要弃绝的 愿那感动但依你的你也能感动我们 愿我们再像但依你一样面对这样 好像是鲜花掌声 祝福和荣誉的时候 也能分辨哪些是应该拒绝的往善 哪些是我们可以领受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爸爸我们感谢赞美你 对一个十四岁或者十六岁的少年人来说 能够天天跟国王在一起 是王的善 引王的救 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但对但依你来说 他却看到了背后是会导致与你的关系疏远 导致人性慢慢的傲慢 导致内心慢慢的蒙上自由 与社会脱节 与苦难的大众脱节的那样的一种成功的神学 那样一种成功的信仰 那样一种可能会带来与人与神疏远的生活的方式和世俗的同化 所以但依你会觉得那王的善 王的救对他是一种玷污 主啊求你让我们分辨 今天是哪些你赐福我们的恩典 哪些是摆在我们眼前的试探 可能会玷污我们的东西 能持王善也拒持王善 在一切的诱惑面前 无论包裹了多少的荣誉 掌声荣耀享乐 都让我们能够看到 如果这一切的背后可能会导致我们与你疏远和懈怠的 就让我们能够坚定的像但依你一样 仁持王善也拒持王善 谢谢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 帮助我们在一切的试探中能够靠你得胜完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